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睇午夜讲场真是好科学 我是江启明 这一集就叫做最紧要统一 那讲什么呢 厉害了 我们想跟大家谈一下 介绍一下 我想可以说是物理学里面 一个最终极的目标 就是想尝试去找一个解释的方法 一个统一的解释方法 去解释宇宙所有的物理现象 这一集大家观众可能有些心理准备 可能会相对来说是艰辛一些 还有可能抽象一些 不过就不要紧要的 一如以往我们有一些主持拍档 来和大家去讲解的 很简单介绍一下 在我左边就有阿宏 大家非常熟悉的 陈之宏 然后在我右边有文豪 陈文豪 两位都是非常熟悉讲解物理学的 两位拍档主持 还有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我们今天只有三个主持 可能是因为四个统一变成三个的这个情况 阿宏 要怎样开始跟观众介绍一下这个统一的话题 其实我们应该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讲这个话题呢 我先讲一下为什么要想这类的题目 我们很希望在自然界里找到一些统一规律 我想不要只说物理学 任何的自然科学 你如果都是找一些很简单的原理 可以帮我解释到一些比较普遍的现象的话呢 其实就好像听起来比较努力的 的而且确在那个我们了解 不要说生命世界了 如果在物质世界那里 的而且确是经历过一些例子 就是说曾经有一些我们以为是各不相干的现象 后来原来是有一种统一的解释在背后 这种统一解释背后 甚至乎可以用一个数学呈现出来的时候 我们又觉得一些东西很漂亮 而且似乎就是更加接近真理了 是一种这样的概念在那里 即是一种追求统一有一个规律的一种的 买理解释方法 如果你再问就是说 如果你说物质世界 由什麽开始讲起这些统一理论呢 首先你一定要了解就是说 我们这个世界 物质世界由什麽构成呢 以及那些构成的基本单元 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纯粹真是一个我们叫做reductionist 就是一种叫做化药 化药的一种思维就是说 我们要了解整个世界 整个物质世界 我们就由最基本单元开始讲起 然后再问这些最基本单元之间的相互作用 那我们所谓复杂一点 巨型一点的那些系统 只不过就是由一些基本粒子 它的相互作用堆砌出来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透过了解最基本世界 就可以了解所有东西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我们叫reductionism 一种这样的想法 所以我们以前在其他集数有讲过 那我们就会问 那我们这个物质世界由什麽去形成呢 那我们就会问化学元素 元素周期表 有些什麽元素 甚至乎一个原子中间 它里面还有什麽仔细结构 那甚至乎里面还有没有更加小的 我们全部去尝试问出来 再然后了解它们之间 有多少种可能的相互作用 由一个这样的方法去了解这个物质世界 是 我读工程出身 对经典物理学那些是比较有认识的 通常我们的层次去理解 就是这个世界最基本的物质 就是有各种类型的物质 物质最基本的就是去到原子 那我们甚至乎会看到就是neutron proton那些 那然后就会有不同的力 力我们会有些公式去描述的 但是我知道去到量子力学那些层面 已经又再不同了 那些当然不同了 那或者这里又要文豪帮忙说一下 去建构我们现在这个物质世界 任何的物质行为 其实我们应该是物理学上面 可以把它归纳成为几种基本的力 就可以解释我们世界上所有的物质行为 如果简单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基本上我们现在知道 现时知道 最基本我们有四种的基本力 就是这个我们平时见到的 日常生活都经历到的重力 就是我们万有引力 地球拉住你的 就是我们会跌落地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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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就是电磁力 那电磁力 其实你说我平时好像很少经历 其实不是的 日常生活 比如你坐在那裏 那张椅给一个反撞力 其实那是一个电磁力的作用 因为你压在那些粒子里 那些粒子里 其实它有些电磁的作用 其实给反撞力 就是所有接触的力 其实都是电磁力 没错 绝大部分的都是电磁力 对 就是文豪说的是电磁力 但是你如果小时候给一些东西我玩 就是找一个间尺去搓一下快步那些 那些静电 那些就是电力 然后给两个磁铁 有时吸有时排斥 就是磁力 但是呢 我们稍后可以解释一下 就是奇物理学里面 这两个体程是一种 是 就不会分开两种 是一个统一的 它们可以 那是很奇怪的 那继续数下去 那就是刚才你说的电磁力 就是统一了 那变成一种力 那就是第二种 另外就是两种 就是我们很少经历的 不过就是它存在大自然世界 主要是在原子里面 就是原子核里面 当中有强壮力 和弱壮力 强壮力就是将那些粒子 就是粒子在核子里面 而弱壮力 就主要是涉及到一些 可能衰变 涉及到一些力 那所以其实这四种 基本力就大致上可以描述到 我们现在已知 我们这个世界很多的东西 那又还原到 就是这四种基本力 那所以呢 我自己觉得 刚才你们也讨论过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为何我们会追求这个统一 那其实某程度上 就是科学家 都是想将这些东西 是简单一点的 那如果会不会说 我有一种 不知道什么的方法 可以令到四种力 其实原来只是这一种力 只不过你见内 看来是四种 但原来实际上 它是这一种 那我们就很开心了 其实你学家某程度上 就是想觉得 或者希望追求这件事 就好像以前 你推回去几百年前 我们会觉得天上的世界 和地上的世界 是两样东西 天上有天上的法则 譬如月亮 太阳 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律 对 地球有地球的律 他们永远都觉得 天上的律 和地上的律 是两种律 就是两种的法则 但是某程度上 你可以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把两种的法则 统一了 变成其实是一种 就是一种的 牛顿的万有引力 再加上它那些 牛顿的力学等等的基础 或者一个framework 就可以统一了 无论天上地上 你去到哪里 宇宙 万物 它的力基本上 都离不开它这个 这个表述的框架 或者记得 就是那条F等GMM 除R square 其实已经是可以将 天上面那些 这样的重力物体 那些圆形轨道 桌圆形轨道 解释了之余 甚至乎是将它摆在我们 即是世界上的自由 乐体 抛体分动 基本上都可以 用这条这样的色 去统合得下来 所以譬如以前 我们说Cat Plus Law 那些是描述天上行星的 那些就是天上的律 地上的律 人们觉得 和那些应该不关系 但牛顿就有程度上 告诉你 苹果由树上 跌下来地球的力 和在天上的行星 兜着太阳的力 是一模一样 是同一种的数学 同一种 所以这个可以说 最早期的统一 或者一个很大的统一 其实某程度上 就是在经典力学上出现的 是 即是这种追求 简约一些的方式 来描述这个世界 所以牛顿 他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 大家便会觉得 我们是否应该 追求这种这样的世界观 或者这种思维呢 所以其实我们某程度上 就是重复着他做的事情 就好像奥因斯坦 其实他一生 在最后四十年 都是希望将这些 做这些同一场的事情 某程度上 其实我觉得他 都是受牛顿的影响 就是这种概念 或者我再拋一个问题出来 我们就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自然万物现象 即是不计 其实可以说 就算你包含生命世界 基本上就是那四种的基本作用力 譬如说 我和你握手 或者你打我一锤 中间是牵涉什么力 我们的答案 我就告诉你 其实是一个电磁力 是因为我身体上面 组成我的这些分子 和你身体上的那些分子 中间是有一个静电力的 一个相互作用 你可以说是一种 其实是排斥的作用 然后呢 于是乎 就好像我撕了力给你 是 这个就是其中一种 即是我们 即是 或者你可以想想 但为什么定为排斥呢 即是一个多厚的问题 那不可以是 黏在一起 因为如果是电磁力的话 嗯 又这么说 为什么一定要 因为其实你把那些 你把那些 你把那些 弄小它 譬如我打你一锤 其实我是想压在你 那里 你的粒子 你把那些 扎扁了 其实你这个分子 因为它 你一扎扁了 它那个力太近了 那那个排斥的力 就大了 所以就反了 作用 你用回来 一个这样的概念来想 基本上 每一个所谓 稳定的化学分子 其实它都处于一个 一种比较平衡的状态 是 你拔开它 它是有个倾向 是会还原 但是你压它的时候 就好像刚才文豪所说 它是倾向撑开你 是 即是说如果我倾向 改变你的结构的时候 其实就是大家都希望 想还原自己的状态 时候 就会有一种 就是因为压力 而反抗的一种 一种排斥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 所有差不多应该是 我们见到 感受到的接触的力 其实最终还原 就可以是 大部分的 没有摩擦 其实很多时候 原来我们人类世界 尤其是生物世界 感受到的力 很多时候就是 这个电池作用去主宰 那热力呢? 对了 这件事又看死了 这是你用的力字 但是通常物理人 就不会用热力这个字 俗称你可以说 工程人 我们会叫热力 对了 我们会说热 就不要那个力字 它未必 因为它热 这件事更加 讲一个能量的转换 能量的流动 那就不是当中 可以牵涉力的交换 但是它其实 如果讲得热 基本上是一个 能量单位的东西 那你可能有一些 比较一堆热一点的气体 里面呢 就会是 动得快一点的 然后呢 它和一堆 冷一点的气体相遇 那它们中间拌匀了 所谓拌匀是什么意思呢 那里面有一些 动得快一点的粒子 和一些动得慢一点的粒子 它会碰撞 所谓碰撞 意思最后的结果就是 它的能量会重新分布 而且是均匀分布 就拌匀了 那它们要去将它重新分布的过程之中 是有碰撞的 那这个碰撞 其实就有一个 是一个力的 商会作用的结果 其实都是电磁力 其实就是因为它的粒子碰撞 你想压扁它 拔牆它之类 基本上都是一个电磁力 所以其实你日常生活 住大部分都是电磁力 是的 我们感受到很多的电磁力 或者你由高处跳下来 就是重力 但是反而另外那两种 弱的生活作用和强的生活作用 我们就很难用我们人类眼界感知来感受到 但是唯独是 譬如说 当我们学会有这个放射性 一些radioactivity 这些辐射的原理 甚至乎是有些alpha decay beta decay之后 原来这些alpha和beta decay 已经是基于两种不同相互作用力的 所管理范围的结果 是 那这些就是后来 我们认识核子反应的时候 我们就认识到 原来还有两种的基本作用力 是 所以其实我们在现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感受到的力 很多时候 其实都是可以还原 做这些四种的 我们说物理世家 现在暂时认知的四种力 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去探讨一下统一 回来第二节的《真是好科学》 我们继续讲最重要的统一 刚才上一节很简单 介绍了四种的基本力 开始要讲统一的故事 对吧 如果讲统一故事 刚才我都讲过 牛敦做了第一件事 就是将天上地上的力 就统一了 所谓统一了的意思就是 用一种语言 用一种物理的方法 就可以告诉你 天上的物理和地上的物理 其实是一样东西 都是同一个物理 集中讲重力作用 没错 这个主要都是讲重力的东西 另外一个在经典物理里面 比较出名的讲统一 就是不得不提 就是电和磁 两者之间的统一 我们讲所谓统一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一组的 统一的一种的framework 就是有个理论 可以同时间描述电 也可以 甚至可以看成电和磁 其实是互相交换的东西 就是说 你在某些座标体内 它是电力的一些作用 但是在另一个座标 看回同一样东西 其实它是磁的 就是用一种磁的方法去出现 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是很难想象 因为其实电和磁是分开的 比如我们说行雷闪电 我们说电 我们不会说行雷闪磁 或者我们拿一个磁石出来 我们不会觉得它有电 你拿一个磁石玩 我永远感受到磁力 因为我没理由想到这件事 可以在第二个场合体 看到是电 所以我自己觉得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科学家 就是Maxwell 他就把电力和磁力 看成同一样东西 这个想法其实是很沾身的 令到当时的物理学家都很厉害 他想做的事很简单 其实我们在经典物理里面 有四条方程 其实大致上可以 描述电力和磁力 或者他们之间的交互 因为我们其实 如果你读中学物理都知道 电可以产生磁 磁可以产生电 但是没有人想过两样东西 是同一样东西 大家都知道两者之间有些关系 但是Maxwell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说他将它看成一样东西 就是说将用一个统一的理论 就可以告诉你 你在不同的座标底下 其实电 电场 E 我们通常用英文字表达 另外磁场 我们通常用B E和B 可以转来转去 B又可以转为E E又可以转为B 所以变成电力和磁力 两者之间可以互换 我们今时今日的讲法就是说 电磁力本身是一种基本力 就是说 我可以说电磁力 就包含了电和磁 这个就是 你可以说经典物理里面 就是说电磁器 第二个 就是一个统一的一个例子 这里又要温一下书 我记得我原高中时候 可能阿启明你高中时候都有读过 那些什么 有些叫Gauss law 或者有些叫Faraday's law 有些叫Faraday's law 对 有些叫Faraday's law 你把电磁铁的原理是说 你在一个线圈通过电 那一块线圈就会有磁力给你的 这个是因电而生磁 那么电磁铁原理 另外一个就是反转的 因磁而生电 你把一些有电磁的东西 不是,反转 你把一个没有电流的线圈 在磁場中間劃過,於是就會有電流 這就是發電機的原理 我們看到兩者之間是可以互換的 而且互換中間是一定牽涉到一些動作 有一些動作在這裏 其實就是由這個想法開始 你想到就是說這個動作本身 其實就影響到這東西生多少電和生多少磁 但是再加上就是說 我們每個人可能處身於不同運動的場合 於是他就有權看到生磁和生電的程度會有不同 其實剛才講Maxwell 甚至乎那一套電磁學的方程 Maxwell把它統一成為同一組的東西 其實有一個概念就是 只要我將我們的運動適當地考慮進去 於是電和磁之間再加上我們的運動 即是動得幾快幾慢 其實就可以放在整個數學框架之內考慮 就是一堆東西來的 可以說到就是說 你動得幾多幾少的時候 你看到的電和磁是幾多幾少 有時可能你只看到電,看不到磁 有時反過來,只看到磁,看不到電 其實就由一個這樣的框架之下 我們就會意識到電和磁應該都是同一種東西 那種東西我們索性就叫做電磁就算了 那種東西既是會產生電,亦會產生磁 只是你將不同的角度 觀點與角度 觀點與角度 你就會看得到多些電 另一個角度看,即是用另一個數學的framework去看 你就會覺得多些磁 這些概念 其實你發覺跟相對論的概念有些磁 所以其實這個Maswell這個貢獻 其實就是某程度上令到外因斯坦去想到相對論 這個其中的概念 不過這個已經拆開了 但我想說一件事就是說 其實統一,我們說將電池統一 其實它最終產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就是產生了電池波這個概念 即是說電池波我們現在用很多 微波或者是radio那些 但其實這個概念 其實是統一了電池裡面 就自動就出來 所以某程度上在物理去面 我們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就是說如果你統一了一些力 它就會產生一種 因為統一而出現的一種粒子也好 或者一種形態 其實電池波就是其中一種 我們稍後再探討其他一些統一的力 亦都會產生一些新的粒子 其實就是後來我們觀察到的 所以你看到統一了之後 會產生一些東西出來 而我們可以觀察到 或者我們可以做出來的時候 其實可以證明整個理論框架 其實是正確的 而電池波就是統一了電池理論裡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結果 所以我想物理學家追尋這一種統一 某程度上 亦都是一個 就是你看到歷史的發展 無論是重力、天上地下那些力 電池力 我們又統一了 所以就開始再想一個問題 我們會不會可以繼續追下去 會不會統一其他東西呢 而歷史坦就是可以說下一個 就是想將重力和電池力統一的一個人 當然他那時候未知道什麼重力 即是強作用力或者弱作用力那些 只是知道重力和電池力 他就很想將它統一 用了差不多四十年的時間 結果都不行 結果都不行 他只是選了兩個最難統一的效果 後來我們發覺原來是重力是最難 是四種作用力之中 最難放進去的統一框架 所以他遲一點 可能他知道原來有強作用力 又有強作用力 可能他可以做到的統一 也不奇怪 是啊 那電池的統一 其實給予人一個很古墓的結果 引人入勝地去追求 如果我們看到其他的相互作用力 我們又沒有辦法 都可以找到一個理論框架 來將它統合在一起 於是乎我可以用一個更簡單的形式 就去解釋到這個世界上 更加不同變化的現象 那如果看回歷史上 其實愛因斯坦大約五十年代就過世了 那個重力強統一的工作 到今時今日都完成不了的 甚至乎你可以問究竟是否有 是否真的需要統一 你可以問這個問題 但是在其他方面的嘗試就繼續了 如果我們繼續數下去 還有一些叫弱相互作用 以及強相互作用 都是存在著一個原子尺度這麼小的 那些基本作用力來的 我們在這個大尺度範圍感受不到的 即是我跟你之間的相處 即是相互作用 基本上是不需要用到這些 即是核子作用來去解釋的 你說話不是在放輻射給我的 即是這樣的意思 如果我沒有記錯 即是可能文豪要幫我也更正一下 如果說錯 下一個應該就是那個 電池作用 以及這個藥相互作用的統一 是嗎 是嗎 電藥作用 即是統一了就是Electro-Week 其實將Electro和Week 兩個擺在一起 是的 其實藥相互作用 大家可以理解到 就是說 比如說在中學時候讀過的那些叫做Beta衰變 即是在一個原子核裡面 它一衰變了就會令到它的那個質子數 即是那個裡面的 在原子核裡面的靜電號會改變 但同時間它放出了一顆高能量的電子 那類這樣的相互作用 是會有一些很輕 相對上比較輕粒子的東西 就彈了出來那些這樣的相互作用 但是其實如果說 說藥相互作用和電池作用的統一 要由哪裏講起呢 其實就是因為 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不同的力 問題就是 會不會其實這些力都可以用一種數學的 即是統一的方法去描述呢 其實物理學家就是想再問多一問 就是電池力 會不會可以和其他藥或是強相互作用等等 再有一個統一的框架 就是這個這樣 那你下一個問就是藥相互作用 看看是怎樣看 那藥相互作用其實某程度上就是在原子裡面 剛才都講的 那它主要有電池力的 其實它不是完全沒有的 裡面其實都有 只不過可能那個藥相互作用某程度上 就是可能在某一個衰變的情況 它可能很主要 但是呢 其實你說電子走出來 其實它都有電池力的 那開始就問 電池力其實和藥相互作用兩者之間 可不可以用一個理論框架去描述它呢 那就做了一些的工作 那就嘗試說 會不會我可以把那些的力呢 可以用 譬如假設某一些粒子在中間 傳播它們之間的力 然後呢 就可以將整個力統一了 那後來發覺是可以的 那就產生了一些我們所謂的 就是叫Gage Bosons 就是說呢 是一些規範粒子 就是一些 尤其是幫助傳播力 沒錯 中間的一些叫相互作用的粒子 這樣這樣 那我們通常叫規範長論 就是說呢 現在我們說 通常說 電池力 那就是我們有個力 就是你的電 正電和負電和力 但是如果你在規範長論的框架 你的語言下 它就說 任何相互作用力 其實是交換一粒粒子 譬如電池力 就是交換一粒光子 是 其實就是電池長 就是好像有一個光子 那 那 電藥作用呢 就是說 剛才說的二粒粒 就是交換一粒 我們通常叫Z Boson 或者叫W Boson 那透過交換這個粒子 就會傳達到這種力 那這個就是電藥作用的規範 出來就產生了一種新的粒子 就是W和Z Boson 而後來真的見得到 那這裡呢 其實我可以拿這個圖出來 這個圖其實就是我們在以前的雜數 有提過的 就是我們那個粒子世界裏面 是找到什麼基本粒子 組成我們這一個世界 其實如果你看到 在這個圖的 靠我的 我的右手 那就是 你就會看到 它有一堆 就是這裡這大堆 這十二粒的粒子 就是那些叫做 用來組成我們 那些叫做 物質世界最基本的 那些物質單元 是 但是旁邊這一堆 全部就是幫忙 傳遞這些粒子之間 相互作用力的那些叫做 Boson 那些叫做 Boson 其實多了一個概念 就是 在這個統一過程裏面 我們無形中引入了這個概念 就是說 這個力和力之間的傳遞 是需要有一些中介的東西 去負責去做傳遞 而這些中介的東西 我們甚至乎是找得到的 那就是說 要解釋整個物質世界 除了要問一下 我們基本有什麼組成之外 還要問我們相互作用 中間其實是有些什麼 是做傳遞力 那些東西都是 中介就是這些力的粒子 是的 這些都是組成物質世界的一部分 好 這個已經進入了一些 非常複雜的概念 我們下一節回來繼續討論 好 回來第三節的《真是好科學》 剛才上一節剛剛介紹到 那些力 原來背後都是一些粒子 我一直聽的時候 我不知道觀眾會不會好像我這樣 其實一直都很難以去觸摸掌握這個概念 因為我們日常生活 你會覺得力和物質是兩回事來的 現在你忽然間又告訴我 其實那些力原來背後又是一些粒子 好像給我的印象是一些物質來的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多一些 這個又一個很… 我會覺得不是一種純粹的理論 或者是一種信念來的 是真是後來我們假設了這件事 然後嘗試勾迫背後的數學框架之後 最後真的可以在實驗上面找回一些 因為交換力而中間產生過的中介粒子 這件事原來是真的 譬如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如果我和啟明你之間 都是有一種內功的 可以互相排斥的 其實說到就好像很虛無的 我們中間為什麼可以交換力呢 好像解釋不到 好像是一些很超自然的東西 甚至乎就是地球和月亮之間 為什麼沒有條繩扯著 都可以這樣互相吸引呢 其實這件事連牛頓都沒有辦法解釋 但是其實當我們引入一個概念 其實就是說 任何物質和物質之間的相互作用 其實都只不過是交換一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順便 在統一這些這樣的力之餘 就再可以解釋 為什麼我們之間是可以 就是幫我們理解到 我們之間的相互作用 究竟發生了什麼一回事 譬如我和你之間要排斥 其實可以理解成什麼呢 就是我丟了一個鬥袋給你 因為我丟東西給你的時候 我就有些叫做反彈了 我就打開了 我應該多了些東西 然後你接到我 我丟給你的東西的時候 你也會向後退 其實客觀的效果看的時候 原來我丟東西給你 最後客觀我們看到的東西 就是我們兩個之間互相越來越遠 就是說我們之間兩個的排斥 其實可能就是說 我們之間交換了一些中介物 是的 問題就是說 我們現在好像有一個新的理論 去解釋一些東西 為什麼吸引和排斥 那我們找不找到中間 我丟給你那樣東西 其實上一節問號就提過 其實我們後來實驗上裡面 在那個理解藥商戶作用 甚至乎理解電池作用 我們都是真的找到這些確具 尤其是藥商戶作用 我們找到那些叫做 即是那些基本粒子裡面 我們在那些粒子加速器 真的找到一些 我們理解這些藥商戶作用 或者是電池和藥之間的那種交換粒子 我們是找得到的 於是乎更加印證到 這個統一的理論框架 數學上合理 亦都有物理上的實驗根據 順便解釋了就是說 我們交換粒子的時候 中間是有些東西丟來丟去的 而那些東西亦都很有趣的 他們是可以有質量 可以沒有質量 他們的特性都在我們的理論 預測範圍之內 而且呢 他們亦都是組成我們物質世界的一部分 而且就是在我們出現這個力交換作用的時候 他們就會出現 他們都是屬於我們組成世界的一分子 其實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 其實你不單止是統一一層的力 現在你是連物質的基本的單位 和力的基本單位都在做一個統一 你會不會同意呢 我想要想清楚一件事 即是說剛才我們講的 其中是組成物質的那些 主要都是通常我們叫fermion 即是廢米子 剛才說交換力那種 主要我們通常說是bosons 那些就很少說 在物質上面真的找到 我找到wbosons 我找到zbosons 其實你是找不到的 不過就說我們想描述 這一種這樣的交換作用力的時候 就發覺有一種長 即是好像電磁長 即是這樣的意思 是那種長 如果你量子快了之後 其實它可以看成一粒粒子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wbosons 或者zbosons 而加速器它們可以預測到 那些bosons的幾個質量 而加速的實驗裏面真的找到 那個質量 所以才能夠確定到那個理論 所以我想補充多一點 就是剛才講的理論框架裏面 其實我們用一個所謂規範長論 即是說我們設想有一種規範長 以這種規範長 就是連接到不同力之間的關係 剛才講的wbosons zbosons 其實就是那種規範長 量子快了之後 好像一隻粒子一樣 就像電磁長 你將電磁長量化之後 其實它是光子來的 即是光 photon 所以eatrophometric waves 你將它量子化就是photon 所以我們說 電磁力就是交換光子 這種說法其實是一種圖像化的說法 其實你可以想像 好像經典物理一樣 有一個電磁長在中間 是吧 或者重力 我們說有重力長 是吧 那中間有一個重力長 但如果你量子化重力長 就會產生一些 我們叫重力子的東西 即是說我們未找到 不過這樣 即是將重力長量子化 是很複雜的問題 為什麼複雜 就是因為 你本身有個牆在那裡 是吧 那個牆其實你可以想像 有很多粒子在裡面 那粒子之間有一個相互重 我們通常是叫virtual particles 即是說虛粒子 虛粒子 其實你不會捉到它 因為它很快出現 又會收回來 出現又收回來 就是你永遠捉不到 就是好像靈魂那樣 那這一種這樣的所謂虛粒子 其實有時候出現又不出現 有時候又會跟本身的物質 就有需要作用 有時候又不會 所以你會加這麼多種需要作用 其實是不容易的事 那有很多情況下 你加到會出現一些無限大 我們就說這些叫做 不能夠重整化 在數學上面 叫做non-renormalization 即是不能夠重整化 如果能夠重整化那些 就是剛才說 我們可以有一個牆 又可以量子化去產生那些粒子 那我們就說 可以將兩種理論統一 譬如電藥作用是可以的 是我們可以重整化它 加起來就不會出現無限大的東西 這個強作用力是可以的 它圍內之間有很多quarks 即是有很多quarks 有六種quarks 六種quarks都有很多不同的力 但它可以統一 用一個我們叫做QCD的簡稱 就是量子色動力 很複雜 我們叫做QCD 那種QCD的framework去統一它 又可以產生了一些 我們叫Gluon的東西 膠紙 即是好像膠水一樣 即是將東西黏在一起 那這種理論也是可以重整化的 所以我們說 強作用力本身也是可以統一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有 電藥作用力是統一了 強作用力自己本身統一了 但是將電藥作用和強作用力統一 暫時做不到 就是出現了剛才我所說 不能夠重整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找一個牆 嘗試去統一它 你會發覺一些東西 加起來是無限大的 無限大又不行的 即是它會很大的力 即是我們又發現不到這些情況 我想追問的問題就是 其實純粹在概念上 我還未解得很清楚 其實現在電池也是一種長的表現 你可以先說 藥作用力我們首先可以當作是一個牆 但其實現在是否在找另一個牆 可以既包到解釋藥作用力 又可以解釋到電池作用力 我們想找一個大一點的牆 即是統一大一點的牆 又包電池又包藥 又包強作用力 但現在就是電池和藥 應該是有一個比較統一的牆 的概念 但這兩個群組在一起 但又未包到強作用 更加旺論就是重力作用 所以想像就是 數學的表達方式 那個牆應該更複雜了 應該會 因為這樣統一了 又不是 因為如果你想統一它 其實就簡單了 你用一種長學 我可以用一種新粒子 例如不知什麼 你可以統一了 剛才我所說的電池、藥 和強作用 你用一種或者兩種的 Gauge bosons 我作它叫X boson 或者R boson 假設 我就可以統一了 如果我真的有這種理論 而我又找到 我就證明這些力是統一 但暫時未做到 這就是那個困難 因為我們現在發現 將這些這樣的 譬如我加一個牆去統一這麼多 出現一個 剛才我所說的 就是不能夠重整化的問題 即是它有很多 加起來做無限大 那些人 就作了很多理論 就說會不會 我有一些粒子不知的 cancel 了 剛才說的那些 就是加起來無限大 即是說有些是 加起來是正的 我就作一些東西 粒子可能是複的 就抵消了正的那些東西 那就正無限大 和複無限大 剛剛好cancel 了 那就可以令它重整化 有些人就作這些理論 但我們又未見到這樣的情況 剛才我講的理論 其中一個就是 所謂的統一長論 我們叫GUT 即是說 將電磁、弱和強 三者合在一起 那它預測了很多東西 譬如它預測了 它預測了 proton會 decay 即是會衰變 大概十到三十四次方年 或者三十五次方年 它會衰變為其他東西 但是現在實驗 我們發現 proton decay 就是看不到 還有那個 Low up bound 都很高 所以某程度上 令到那個 剛才我講的 GUT理論 就不是很popular 現在so far 所以這些就是 剛才我所講的 統一場 好像說下去很成功 在歷史上 但在某些情況下 現在我們暫時 去到某些位置 卡住了 就是將電磁、弱和強三者合起來 做不到暫時 這個就是一個困難 即是現在這個數學的理論 就有在 但找不到實驗證據去證明 沒錯 而且是有很多negative 譬如它又要predict 可能會有所謂monopole 即是說磁丹極 磁丹極 即是我們磁通常有 北有藍 即是同時出現 你要找出一顆東西 只得北沒有藍 我們見不到 但如果這個統一長論 它預測有些所謂磁丹極 在宇宙裏面見到 我們見不到 那某程度 當然我不會說錯 我們未見到 但是暫時的證據來說 似乎是比較薄弱 或者我問一個抽象一點的問題 我們說了很久 什麼是長 其實什麼為之是長 其實你可以想像是電磁長 即是說 其實長是很複雜 就是你放一顆子裡 它會感受到力 譬如你說有個電場 你放一顆電子 它便會感受到力 你的磁場 放一個磁石 它便會感受到磁力 這個我們作為所謂長 重力長 你放一顆質量 它便會感受到重力 同樣我剛才所說 無論是電磁場 即是WZ-Boson 你放一顆 和電磁和藥狀有關的東西 其實它便會感受到 因為那些Boson會撞它 你可以這樣意思 這個長的意思 就是你和力相關的東西 你放下去 它便會感受到那個力 如果你說統一場 有沒有那種統一場 就是你放什麼下去 都會感受到那個力 即是那種力 那你就統一了它 可以 但這裏剛才講到牆這件事 和剛才上一節阿宏介紹的那個 其實力都是一種粒子的傳遞 怎樣可以再 可不可以再講多一點 這裏補充多一點 其實文豪所說的 都是一個比較我們經典角度 理解什麼叫一個牆 那你總可以問 有樣東西你放下去便感受到 那那個牆本身是裡面 有什麼事在發生呢 其實文豪剛才也有提到的 裡面可能有很多障落 突然之間生了出來 又消失的一些虛粒子 然後這些東西 是很多大大小可能性 全部加起來 它便會出了一個 即是一個客觀結果 你將它歸納了 統合了 加起來之後 它便可以表現到一些相互作用出來 亦都可以表現到一個粒子形態出來 我記得我們譬如說 波粒異象性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問 究竟一件事是幾時是波 幾時是粒呢 那有沒有一種更加 叫終極的概念 來嘗試歸納到有一樣東西 是一樣什麼東西 可以同時擁有波和粒的異象性呢 那其實牆本身也是 就可能就是這樣 即是我們企圖用一個 很抽象的一個概念 來幫我們一次解釋了 各個相互作用 我們希望 另外就是說 連它的波動性和粒子性 甚至乎它究竟是扮演著 物質的角色 還是交換力的角色 都將它統一在一個叫牆的概念 牆的概念 好,我們下一節回來 繼續探討統一牆 好了,回來最後一節的 真是科學 好,剛才上個三節 我們已經介紹了很多 挺抽象的理論 不如這樣吧 我們先來整合一下 我們說了什麼 好嗎 我用這個圖表去嘗試 去整合一下 剛才我們探討過的一些理論 有四種力 重力、電磁力、弱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 剛才也說過 其實它們每一種力都有一些相關的粒子去交換 去表達那種力 比如剛才說重力 其實重力 如果你把它量子化 有一種叫重力子 我們還沒有找到 我們相信有 光子我們有 其實光子就是光 我們看到了 電磁波那些 所以這就是電磁力 所交換的就是光子 弱相互作用 所交換的主要就是 W和Z-Boson 剛才我講過很多次 就是一些波式子 這些就不是組成物質的粒子 它純粹是交換作用力 就是顯明出來的粒子 另外强相互作用 剛才也說過 它圍內自己可以統一 因為它有六種quarks 其實它有六種力的理論上 你可以看成 但是它可以用一種framework 去統一這六個quarks的力 就是一種叫膠子 就是Gluons 這四種力的粒子 就是傳遞這四種力 但是你可以將力統一 剛才也說過 弱相互作用電磁力 就用一種framework 叫做量子電動力學 或者一些我們就叫做 Electro weak theory 就是將電和藥作用力 統一了 電藥理論 沒錯 就是電藥理論 另外強相互作用自己圍內 可以統一了變成一種 我們剛才說的QCD 就是量子式動力學 好了 我們現在做到這麼多 就是來到這裡 來到這裡 就是人類歷史 來到這裡 最關鍵的其中一步 就是我們有沒有一些理論 可以將電藥理論 和量子式動力學 統一了它 就是說我們可不可以找到一種長 或者找到一種新的bosons 就是一些傳遞力的粒子 找到一種新的東西 可以 又可以給電磁力感受 又可以給弱作用力感受 又可以給弱作用力感受 又可以給强作用力感受 大統一理論只是將三種力統一 對嗎 都未是最統一的 你看我們一直都不想說重力 因為這是最難的 你想想 愛因斯坦用了四十年 愛因斯坦 四十年 人生有幾多個十年 他用了四個十年去處理這個問題 我已經說了 我永遠做不到 所以我們最後第四節先說 所以可能 就是將重力和大統一理論合起來 就是我們所謂一個萬有理論 或者事情是 issued所謂的超原理論 其實都在做類似的工廠 他們認為慢有理論其中一個分支 就是有人希望利用圓這個概念 當然這些東西都是流行過一時 但現在又不算太流行 所以我想即是 其實已經說過 我們都很努力把力最擁ерт 現在把電瘁作用和強作用 сх еще 去統一面對一個剛才我都所說的 就是不能夠重整化的問題 就是說它產生了很多粒子在真空裏面 如果我用一種這樣的圖像的話 就是用同一種理論方法 因為每個人都打算這樣就成功了 電磁力就成功 弱作用力這樣合起來又成功 我們都用同樣的方法 將電藥和強作用力合起來 誰知不行 一直都解決不到在數學上面 這些東西無限大怎樣去處理它 結果暫時來說就沒有什麼結果 我們這個理論如何 都不是很近磅 其實剛才說GUT理論有很多不同的版本 但剛才我都說了這些版本 都預測Proton會DK 但是我們很多實驗都證明了ProtonDK 一來我們未見到 二來實驗的下限 即是那個去衰變的年份下限 已經是高過很多理論 即是說它應該DK了 但是我們見不到 所以變成那個情況不太樂觀 或者我又拆開一點點說 其實剛才文豪有提到 那些叫做在一個原子核裡面 可能是一粒中子、質子 它們之間 它們怎樣去黏起來 需要用到一個叫膠子的概念 背後牽涉那套叫做量子式動力學的東西 其實我記得我們師父 朱明宗教授有提過的 就是你即使建構這套理論本身 其實都遇到一些其他物理學上給出來的一些規範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試想像一下在一個原子核這麼小的範圍裡面 那這個是一個微觀世界來的 微觀世界 我們需要用量子力學的東西 但是又很有趣的 它那個微觀世界裡面 裡面的東西照計 應該也都會是 可能那個 就不可以只是用它的政治質量去理解它 它也都可能 就是會是有些東西動得很快 快到一個地步 你要是將那個相對論效應都考慮下去 所以你會發覺在這裡 尤其是在那些原子核裡面的那些這樣的理論 你很多時候面對一個問題就是 你要嘗試將這個量子力學 和那個相對論 是要將它融合起來 那這樣東西其實 理論上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 它需要很大程度上的計算 因為它要考慮很多東西 譬如考慮那些粒子 虛粒子產生出來 虛粒子產生出來可能又跟其他人有相互作用 即它要考慮很多重的理論 所以你會留意到 譬如原子核 譬如一粒proton 它有900多的MEV 那它裡面有三個夸克 加起來其實沒有那麼多 它每一個夸克 剛才說的900多的數字 單位我們不要理 一個中子或一個質子 大約900多的單位的重量 裡面是由三顆夸克組成的 但每顆夸克只有130多 一加一加一加一等於九 其實這就是一個問題 其中一個理解就是 它們應該在這麼小的範圍裡面 可能有一個非常激烈的一個運動 於是由相對論 就賦予了它們一個在淨子質量以上的一個 還有一個動態的質量 於是我們以為是一加一等於九 但其實不是的 要考慮那些缺了的部分 其實就是由相對論來幫它們填補下去 這樣去理解那個 不是說原子核 只是說的是一粒質子和一粒中子中間發生的事 其實你說相對論是狹義相對論 因為如果我一想 狹義是否跟那個重力有關 還是沒有 這裏就講到狹義 狹主的狹義 狹義相對論基本上 跟剛才那些理論合起來都可以的 其實我們都有一些理論嘗試去處理 甚至預言到有些所謂反粒子的出現 這個都是我們做得到的事 但如果你說剛才所說的 就是把廣義相對論 即是說重力一個大範圍的東西 再統合就變得很困難 因為你的狹子力可以考慮一些很小的東西 那重力 廣義相對論考慮很大宇宙那麼大的東西 那你怎樣將一個 有沒有一種語言 可以同時間講到那麼大的東西 又可以同時講到那麼小的東西 即是你想起已經覺得很困難 所以變了 通常我們後來現在有很多人做一些所謂 叫做quantum gravity 即是它有一個quantum 就是兩者 即是我完全不知道 有一個quantum 其實就嘗試將兩者合起來 但其實很多東西都不是很成功 你可以預測到一個困難就在這裏 還有很多人相信 你何時可以見到這些所謂力的統一 即是相信而已 如果你相信力可以統一的話 必須在很高能量的情況下才可以做到 那你很低能量它就分開了 但你怎樣可以看到它們統一後之後的情況呢 就是你極高能量的情況下 譬如宇宙初開 即是很高能量高熱量等等的情況下 你才可以見到 那你便需要一些所謂大型粒子撞擊的實驗 你極高能量 你才可能見到那麼小小的東西 現在的能量最多只是去到 即是剛才說GUT 都未去到那些能量範圍之下 即是那些範圍 所以變成我們要驗證這類的理論 又很困難 就算讓你方便來到一個 剛才說超元理論 其實都有人做了 將四種力統一 你要去驗證它 你都需要一個極高的能量 他們說他們已經做到 其實我不太相信 所以變成你想一下 做的理論是難的 驗證的理論也是難的 就是這樣 即是說如果這個理論是活動的話 去到一個這麼高能的狀態下 就會有記看到那個重力的一個作用 亦可以看到一些強弱作用力 因為過去就是說 你要去數學上 如果那套統一的框架 數學上沒有問題的時候 它應該可以幫我預計到 有一個對應的力的交換子 即是那些波式子 但是我們發覺很多時候 那些越是難統一些理論 它預測出來的那些 那些波式子 可能對應那個質量 亦都是越高 於是乎你就越難 在那個粒子加速器上找到 如果大家有印象 還記得那些幾年前 那些希格斯波式子那些 那樣又是什麼 原來就是希望幫我們去理解 一個物質 它的質量是怎樣 由那個希格斯牆那裏被賦予出來 即是它原來就是 原來一個 一件東西 它的質量 這個特性 原來都可以是透過一個 牆的概念 的副作用 的結果來的 是可以被解釋的 但是你要理解 這個牆它存不存在呢 那你就要根據這個希格斯 他們建構出來的理論 來找一顆希格斯波式子的東西 而那個東西 我們後來真的找到 也都是很難找的 在這裏你要看到就是說 你越希望將一些用長的理論 去將一些東西統一的時候 那個需要的那個實驗的能量 也都越高 不單止是理論層面 實驗層面也都非常困難 那這個其實我想說 就是說這個是理論 我們物理學家就是想追求一個統一 但是你說大自然 是不是必然是有一個統一的框架去描述 那麼多東西呢 其實未必一定 我想說就是最後去到這一部分 其實可能重力就是還重力 就是電藥可能可以統一 但是強壯力自己也是獨立 那就是變成了可能 其實這麼多種力 可能自己本身獨立 其實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的人類發展歷史 就好像偏偏黑巧 就讓我們想去找統一 最終又讓我們找一個統一 剛巧曾經試過找到一些東西 統一到的 就是一路一路統一下去 那剩下來的那些 是不是必要統一呢 那就算原來剩下來的 原來是獨立的 你都可以問就是 為什麼他們是獨立的 就是無論為什麼要統一 為什麼獨立 都是我們暫時未能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我想就是 我們都會是希望追求統一的 就是我們是物理學家裡面 因為始終統一的解釋是簡單一點 就是這個都是我們希望做到的 但是你說我們去到那麽上下 會不會放棄這件事呢 我也不排除 就是可能去追求那樣 原來人類能力底下 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 一切都要講證據 對 沒錯 就算你claim是獨立的 那你都要說為什麼 你有什麼理據證明到它是獨立無關的 就是令到人家要放棄這些統一的幻想 我會說這種追求 起碼這個追求自己本身都是一種 我想好像一種理性的追求 就是我們因為我們想去理解背後的秩序 嘗試去找出一個簡潔的統一 這一集我們嘗試去介紹了統一的一些理論 相信未必所有都能明白的 但是希望我們今天所討論的 都能引起大家的一些興趣 我們下一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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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